击动的心颤抖的手 杨超越的首部电视剧终于来了有没有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多里 杨超越的身份也是一直在变化的 从101时期选手杨超越 到火箭少女101的歌手 到各个综艺中的嘉宾杨超越 再到现在的演员杨超越 简直是既努力又幸运的一个女孩之 今日一提 杨超越实现从歌手到演员的转变 去年杨超越参加了女团青春成长节目 创造101 并与其他成员组成火箭少女101成功出道 出道后的杨超越一直都是非常努力的营业 也是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朋友的喜爱 杨超越不仅仅在一组合进行活动 自己也除了单曲还有了自己的作品 而且他还作为官方唯一受邀的中国艺人 出席巴黎时尚中喵喵春夏大秀 其实除了做歌手在舞台上活动之外 杨超越凭借他自己开朗乐观的性格 也是参加了不少的综艺 比如在恋爱社交推理真人秀节目 心动的信号中做观察员 而且因为杨超越在第一季的节目中 以及独特的脑洞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所以第二季他也是作为了常驻嘉宾 他还作为酷顶嘉宾参加了沉浸式 乡村人文体验真人秀节目哈哈农夫 镜头下的杨超越真的是戏粉无数啊 想必是没有人不喜欢这么一个直率开朗的女孩吧 虽然杨超越无论是歌手啊 综艺啊还是时尚方面啊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他依旧在进步 直接开始转行又开始演戏了 而且新剧极显时期这就开播了 剧中他饰演的是羽毛球馆的打工少女小娜 性格俏皮开朗 与兄弟二人关系亲近 对子豪爱生情愫 然而成长的道路上没有一帆风顺 当兄弟二人身处运动生涯抉择的岔路口 当三人背后家庭的连结浮出水面 一场冲突与救赎的温情之遇故事就此展开 简直就是本色出演 好啦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